RICH VIEW 打造舒適的行車體驗 Ultra Dash S3 地表最高CP值行車記錄器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集的老師推車 哇 今天這一集是我自己這個 很久之前我就想要拍的 你知道我從什麼時候開始想要拍在 小改款的Kicks嗎 什麼時候 林鄉 不是 一日雙塔 你知道嗎 你都沒看過公告 Youtube都拍真香 哇 又改款了 林鄉一日雙塔 我也一日雙塔 我先來吃草莓塔 再來罐頭塔 新型小改款的這個 Nissan Kicks 那為什麼我當初會想要試這車 因為第一個我覺得外型的部分 等一下帶大家看 我覺得改的比之前看起來還好看 我自己是這樣覺得 然後再來一個前一陣子 台灣的這個撞擊測試 五顆星 在這個大家越來越講求安全的來講的話 跟車配備也加進來了 讓我一瞬間覺得這個車CP值忽然 蹦的一下 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忽然拉起來 所以終於有機會讓我逮到 收到一台這輛車 2023年的只跑了9000公里 逼近新車了啦 我們就來跟大家拍個推車 研究切磋互相討論一下 好不好 看跳彈是不是依舊還有跳彈 首先看一下 這一次呢它的馬力 從原本的這個1.5升 換成1.6升 它雖然說是小改款 可是引擎也換了 124匹提升到135匹 扭力也從15公斤米 提升到16.7公斤米的扭力 它的大燈也已經是這個LED 連日行燈霧燈全部都LED化了 然後有AHB遠近光自動的調整 它之前的水洋護罩比較短嘛 然後旁邊的這個鍍鉻很粗啊 我覺得看起來就沒那麼好看 那這一次把它往下延伸了 然後這個鍍鉻變細了 那看起來就比較霸氣嘛 那之前舊的也是一個小的Nissan Mark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跟車的系統 那這一次也改成一個大的Nissan 然後全平面的一個雷達偵測 我記得我之前有講過一個 它先前的保管下面是用一個很大塊的銀色的 烤漆 所以我之前說那個銀色烤漆很沒有質感 現在呢它把它弄黑 然後加一個電鍍式的 看起來整個質感就好很多了 之前車頭鍍鉻只有在這個VMotion的地方 跟Mark的地方 那它就增加了這一條以外呢 側邊也增加了這個鍍鉻 延伸到大燈的下方 還有大燈的最上方也多了一個鍍鉻 然後之前是方形的霧燈 現在也是方形的不過比較小 然後一個類似氣壩進氣孔的一個飾板 然後之前的車頭燈比較短 大概到這裡而已吧 那這次把它弄細了把它延伸出來 又更加的有銳利的感覺 輪框的部分跟之前一樣是維持17吋的 不過呢它有做一個改變 原本它是四孔的 現在改成五孔的 這一代小改款之後也比前一代的輪框好看 之前是兩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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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想它的底盤設定有沒有一點改變 有可能等一下開起來再看看 跟之前開起來感受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而且它原廠就是配這個馬吉斯的這個 MS360的胎 舒適取向的一個輪胎 然後呢它把這個防掛材質啊 從車頭這個防掛材質 分布的那個範圍也縮小 新款的有兩個等級喔 一個是815,000卓越版 跟85萬的旗艦版 那我們這台就是85萬的旗艦版 旗艦版就是多了第一個車頂行李架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這個鯊魚旗的天線 多了這個PM2.5級的一個裡面的空調濾網 然後再一個遠近燈的自動調節 還有盲點後側的車輛警示 還有一個就是360度的環節系統 等一下也可以看一下環節是不是一樣落賽 那側面它一樣這個是iKey的 然後它一樣是在手把上面呢 有鍍鉻跟開關門的設計 再來屁股啦 它那時候屁股用了超多防掛材質 你知道那時候防掛材質是延伸到這裡來喔 這麼大的嗎 對這樣整塊都是防掛材質 防掛材質的數量減少了 然後變成一個點綴的效果 有三個雷達在這邊 然後之前有一個也很難看的 它這個尿布也是銀色的烤漆 就跟車頭那是呼應的 沒質感的銀色烤漆 一樣要烤漆我覺得它如果把它弄成同色 也不用多花錢 其實它的質感會比之前舊版的 我是覺得看起來會好蠻多的 哪怕你用黑的我覺得都還比較好看 所以它這次就沒有那個舊版的尿布 我們上次在那個車主評比的那個盲測的時候 那個車主自己就說這個是很像 他們車友都說這是尿布 那這次用銅色就不像尿布了 沒有突兀感 後面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的更改 唯一更改我記得就是這個大燈做了一些改變 還有這個貫穿的飾調對不對 這個如果去買一個貫穿尾燈煮來 就晚上應該會算很多 蠻多人改的 蠻多人改的是不是 你知道路上有看過嗎 我還沒看過耶 後車廂應該都一樣吧 剩下的地方應該都一樣 差不多 這塊板子怎麼會這樣 喔它是分成兩塊 它這板子分成兩塊 太久沒看都忘了 其他應該都差不多吧 平整式 所以它下面 之前那個車主是有選那個 有沒有我們還在那邊噹說 保利龍要加錢買有沒有 為了要平整 然後拿一個保利龍把它墊高 再炒給它一張 我跟大家講 這三個盒子是選配的喔 它本來應該是要更低的 那不是我拍的 Kiss不是你拍的 那時候我還沒來 Kiss是誰拍的 泰山吧 我跟泰山可以拍得出一支片 推車餒 對啊 真的假的 你們拍的不是我 你那麼菜喔 對啊 真的假的啦 我覺得這有點不一樣 因為我記得我之前 車主好像是有選一個 去漁港買海鮮的保利龍組 沒有就是墊高 為了讓它平整化的 是不是一樣好做 我坐看一下 一樣 這個Q彈的 它的盲點是在A柱上的一個亮光 然後這有ACC的系統在這邊 這個已經是新款的Nissan Mark 我們那插水也是 然後它沒有置中 它是車道偏移的警示 它也不會幫你拉方向盤 還有一個就是改這個現傳的 手煞車 好 就換是傳傳 它改成電池手煞車 然後再來一個環景啦 好 阿代 瞧一下電視天線好不好 收信不太好 小時候家裡外面都有一個鋁的那個 你有看過那個東西嗎 天線 我已經沒有了 你那時候就已經第四台Cable線了 電視後面有一個圓圈圈螺紋 然後先插一根棒子轉緊 對對對 然後線再插在後面 那根棒子外面買得到 看你是要解哪一台的 你就買哪一台的棒子 你有遇過那個東西 我沒有買 你爸買好了 那其他其實也沒有什麼太大的更動 然後後面好像有舊款的 我印象沒有啦 多了兩個這個充電 這個很像是後面再加上去的 但是在這個出風口是沒有的 那基本上的面板跟儀表應該跟 儀表好像有改喔 沒有 儀表沒有改嗎 儀表之前不是雙指針嗎 一樣是7吋配指針 你看這2020年的 就是一樣 一樣啊對不對 只是沒有跟車 只是沒有跟車 沒有右邊的那個跟車的距離 對啊 它跟車的距離是坐在右邊這邊 它右邊這個預留孔 就現在是那個跟車的距離 沒有 它定數而已 對它定數而已 它沒有跟車 它是定數而已 你要不要回去找這個 你為什麼一定要拍我的手機啊 椅子還是一樣的舒服 天蓬還是一樣是米色的 ABC住的部分 都是做黑色的塑膠質料 你看它的葉子板很神奇喔 它不是做隔音 它葉子板是做密閉的 它就是車體做出來 然後葉子板再上來 那之前的車是 葉子板手後正裡面都是空的 所以它這次裡面是 有折一個鐵皮擋起來 我覺得有時候一台車啦 我們常常會看它的價錢 看它的配備 對不對 照妖鏡撞擊測試撞下去 人家多做的一些地方 你才會發現 要不然你不會發現 它這次引擎 好像也是跟這個之前一樣喔 GTR等級鏡面融色鋼體技術 你看 看我背的對不對 鏡面融色鋼孔技術 不是鋼體 是鋼孔 看不出差在哪裡 長相是差不多的 它就是1600cc的 欸 仙草是不是就1600的 它是不是跟仙草同一個引擎 沒有它跟TIDA同一個引擎 是跟TIDA 好啦 1600cc的引擎 我比較期待開起來的感覺 新車價錢差了6萬 那多了剛剛上述講的那些配備 那我不知道說它的底盤 隔音 引擎開起來有什麼不一樣 甚至它的 變速箱有沒有再經過一些細微的調教 好不好 我們就直接上路去測試給大家看 走 欸 我們的新車ASFA終於來啦 車頭這麼帥 黑化的後照鏡 黑化的屋頂 還有你看這個是什麼 對 講到煞玉琴 你知道我要講什麼了嗎 我掃聲 大家最熟悉的乾貼 Surfshark VPN 又來無情工商啦 Surfshark VPN 是一個虛擬的私人網路利器 它能夠加密你的網路連接 讓你可以匿名上網 加密數據 避免受到網路的追蹤 來確保你的流浪活動 完全是私密的 而且Surfshark 提供全球3200個伺服器 讓我們可以輕鬆的切換虛擬的位置 解鎖全球各地的內容 雖然大家說現在是地球村 而且網路無國界 但是呢 其實實際上網 還是有許多的限制 不同國家 不同用戶 看到的東西跟價格 可能會完全不一樣 這個時候 只要出動Surfshark VPN 透過更改我們的IP位置 就可以享受到 更公平 更合適的價格 不管你是出國遊玩 訂飯店 或者是網路購物 那些出現不合理價格的問題 就會輕鬆解決 讓你花小錢 省大錢 除了這些功能 Surfshark更提供了 Antivirus的保護 在現代網路環境中 保護裝置 免受病毒 還有惡意軟體的侵害 可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Surfshark Antivirus 能夠檢測和阻止各種威脅 保護你的裝置 還有你的個人資料 現代人應該都知道 現在很多的郵件裡面 都偷藏著惡意的連結 或者是有時候下載東西的時候 點開來 卻藏著病毒 這時候 Surfshark Antivirus 就來守護我們啦 現在就點擊 我們小吃汽車的專屬連結 在這邊 或者是付費的時候 輸入優惠的代碼 SSCR 就能夠取得 Surfshark 農曆新年的優惠喔 除了優惠以外 還能夠額外 享受5個月的免費延長使用喔 這麼好用的Surfshark VPN 還不趕快 還不趕快 處理下去啦 直接破音可以吧 我們最近會被Nissan拍的 有點太多 S車有才兩片耶 這沒有辦法 這個大家就見諒 因為我就 什麼時候會收到新款 真的不知道 最近剛好真的收到 趕快拍 好我來測試一下 趴這個PRO的聲音 引擎的那個聲音還是有喔 但是我不知道觀眾收音 可以聽到多少 但我覺得沒有以前 那麼辛苦的感覺 第二個我的油門 其實不是踩到底的 我只要喊著 其實它排上去就很順 所以我現在 開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它的這個力道啊 很明顯 比起舊款的 來得好的 這是有感的 風切聲還是一樣 覺得這風切聲的抑制 還是稍微差了一點 風切聲有點大 我是很認真的想要試這台車 我已經很久沒有自己提出要求 說我要試那台車 所以我等一下我要試一下它的跟車 而且底盤的反饋 我覺得蠻紮實的耶 它有沒有車到至終 沒有 沒有車到至終 沒有車到至終 它會有偏移會怎樣 近視而已 啊 跟Sentra一樣的 我覺得Sentra比較鬆一點 比較鬆一點什麼意思 就聲音的感覺比較鬆 對啦 它是不是可以調震動呢 那個啊 就力道 對 剛剛有一個前面跟車煞車在加速 其實它是蠻緩和的 它的煞車跟這個 煞車是OK的 但是煞車在起步的那個跟車的速度是緩和的 不是那種急起步的 有些如果前面離稍微遠它會 加速加得很猛 那這一台我覺得算是比較緩和一點 甚至緩和到我剛剛想說它是不加速 但是有 它還在跟 它是比較柔軟的跟車 哇 跟車好緩和喔 太溫柔了吧 其實煞車還蠻舒服 你沒什麼感覺對不對 它剛剛有煞車 感覺不太舒服 但是它剛剛車道偏移只有警示而已 那震動的那個聲音比Centra小聲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怎麼會調 因為剛剛 如果以剛剛我車道偏移它震動的那個 頻率跟聲音來講的話 是比Centra來的小聲的 好 跟車蠻舒服的 不錯 我覺得Centra這個車子 為什麼我會想要 現在想要試這個車子 第一個 配備跟車已經也來了嘛 對不對 再來它的撞擊測試的分數是高的 因為你知道最近年關將近有沒有 真的事故好多 每天新聞都發現到 撞死人也不在少數 所以這個對於安全的這件事情 國人應該會要更加重視 當然要提醒大家 這個過年 不管農曆年前喔 人家說年關 過年就是一個關卡 不管這個身體健康 長輩注意保暖 行車注意安全 大家急急忙忙 過年前要送禮啊 要幹嘛要處理很多 過年前的雜事 心情會浮躁 開車就會比較那個 所以要注意安全 那撞擊測試五顆星 再加它的跟車配備也補滿了 然後我們這個頂級的 它也有環景 那我就覺得說 其實如果身為一台優質的代步車 我覺得現在 是不是幫大家試看看說 是不是可以入手 那至於入手是要入手 新款還是舊款 我跟你講我們店裡面 最近舊款的賣得不錯 因為我覺得舊款的價錢 已經來到一個相對好 能夠接受的地方 比如說你大約三年車 大概會落在五十萬左右 我覺得已經很可以買了 代步車來講 來到一個甜蜜點 再加上說 以Nissan往年的這個折舊來說 其實很能接受 因為你光這個FIT好了 20年的FIT大概六十幾萬新車價 你現在去買FIT還要五十幾萬 三年車還要五十幾萬 而且FIT連盲點都沒有 FIT配備也沒有好安全 當然它空間 品牌精神 那是不一樣 那我只在講說 以Nissan來講 我覺得它已經到一個 價錢的甜蜜點 再來 畢竟它是日製的 國產車嘛 那妥善率的部分 也不用像 你買一些 這個比較長處問題 妥善率 比較會讓人詬病的品牌 來的那麼讓人擔心 所以我覺得以均衡度來說 Kiss是可以考慮的 然後呢 我覺得目前開起來 然後它在平地上面 過坑洞的處理 我覺得它是不是有調啊 反應比較好 那個間隙有沒有 之前我記得有講過 那個叫什麼 虛位喔 沒有之前那麼大 真的沒有之前那麼大 但是如果我比較重踩油門 還是感受得到CPT 如果說它這個CPT變速箱 我的油門 不要踩這麼深的話 CPT感是比之前還要再輕一點點的 我記得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如果一台車 它配備CPT的變速箱 你馬力越小 開起來那個CPT的感覺就會越明顯 因為你馬力不夠大嘛 所以你油門踩更深 那你就會覺得有那種 轉速拉特別高的聲音會出現 那再來這可能 這新款的這個Kiss 它可能這個 馬力有做提升了 所以說它現在呢 我在加速的時候呢 只要你不是像 好像有爬坡踩到底 我如果要踩到底的話 CPT感就出來了 對不對 那我如果不要踩太深的話 它CPT感就 不會那麼明顯 我覺得還蠻明顯的 它這個爬坡的力道 跟之前差很多 我現在甚至不用踩到最高 它十幾匹也差那麼多 還是扭力差很多 看它怎麼調整的 因為它這一次我覺得 在市區蠻輕快的 我剛剛一路在平面 我都是 油門都不是 不需要是很重踩的 我現在這個速度 油門只有踩 我看 兩公分而已吧 淺淺而已 我現在這樣子 淡蜜一點 所以我覺得 這個就是油感 我可以跟觀眾朋友講 新款的 KEX的馬力 比起這個舊款 是油感提升 隔音的話 我覺得是差不多的 然後再來一個 第三個就是 它的這個 轉彎的虛位的部分 我覺得 應該 這個方便你看 有搖吧 有 對不對 它的那個虛位 比之前還要來的 少很多了 你看 神奇喔 小開款 還是它有聽到 我們在尿它 那挑戰也變輕了 你講的都改善了 真的啊 對不對 唯一我跟他講 有一個沒改善 倒車先贏還是一樣 化整雜啦 我們花這個錢 我在想 我們試了那麼多 差不多這個Level 這個等級 這個花這個錢的車子 可能最緊繃 畫質就是差不多這樣 有給環景 已經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了 對嘛 應該有很多 連環景都沒有了 有的連倒車先贏都沒有 欸 你在講誰 你是說 七十幾 我們買那個七幾萬那台 是不是 對對 那精裝的 三精裝那個 舒適度我覺得還不錯喔 跟這種處理啊 彈跳感不明顯 那現在就要試一下這種 避震器的自身性 這避震器是不是還不錯 它有沒有 它有改嗎 我買到有改避震器了嗎 我以為會在 我以為會在軟對不對 對啊 欸 BNC支撐性不錯欸 怎麼這樣 對啊 靠北啊 欸 你有收錢嗎 收錢我十全家 我沒有收錢 雖然 我今年的展望是 做好事說好話 但是有收錢跟沒收錢 我還是要講清潔 真的不錯 我沒有跟你開玩笑 你自己看 對啊 撐得住啊 對啊 撐得住啊 我這樣講好了 我覺得比起舊款 支撐性變好了 而且呢 明顯的這種 過坑洞的這個余震啊 是很小的 小到基本上你不太會感受 你看它過這個不會有余震 真的支撐性提升很多 因為我記得我們那時候 都是 但我第一次試Kix 也是很新的車 我記得跑三千四千而已 所以應該也可以是 以新車的那個角度下去看 而且這一台 比我當初試舊款的理想還高欸 我覺得Kix的避震應該是 舊款的應該是更軟的 那我覺得今天 這一款的支撐性 真的提升很多 價錢有提高一點點嘛 但是呢 配備跟今天我開起來的感受 我覺得 目前我覺得CP值還不錯 加沒多少錢改那麼多東西 還是媽的你早就可以給 因為一開始不給 你一開始為什麼不這樣弄 然後喔 他把那個手刷車改到這邊 有車有說 覺得這邊不就手 可是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有沒有 不會太深嗎 我是還好啊 我不只是腳長 我手也蠻長的 因為很多人習慣在這邊嘛 對不對 對啊 我是覺得還OK啦 因為沒有一天到晚在鎖這個東西 我是覺得對我來鎖算就手 我目前我開起來的缺點就是 它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個馬吉斯 真的要胎的關係 我覺得它的輪噪聲其實有點大 不知道是隔音做得不好 還是馬吉斯這條胎的關係 這我就不曉得 應該會有車主在下面留言跟我們分享 因為這個車你說它輪胎變形 我也不相信 它跑9000而已 好不好 如果馬吉斯這條胎 它跑9000就會變形 我也笑笑的 今天天氣很冷 但是還有太陽可以曬 不錯 阿呆我跟你講 如果有人 你的FB IG如果有人曬新車 曬女朋友有沒有 幹那你只好曬太陽 你在拍一張自拍照 好啦基本上這個結論一下 我覺得這次的小改款是有感的 無論是在整體操控的感覺上面 我覺得這個層面是連帶影響的 第一個它馬力增加了 那我覺得踩起來呢 加速扭力的感覺都有明顯的提升 我不知道變文箱有沒有調教 變文箱馬力大的話 CVD感又稍微再減輕一點點 那再來一個我覺得也很有感的 就是它的底盤的避震器的支撐性 明顯比起這個前一代 來得再更加的硬朗一點點 不是說你可以出去跑3或什麼 但我覺得操控感也有所提升 再加上這個方向盤的虛位的部分 我覺得比起前一代也來得少了些 然後我也覺得說 這樣子的一個底盤反應啊 我覺得它這個調教底盤反應 可以滿足到某一些人啊 它希望乘坐的人舒服 但自己開起來 又不要覺得軟趴趴的那種感覺 如果你的想法是這樣 我覺得還蠻適合的 那基本上就是一個代步車 然後其實它代數也是蠻穩定的 現在低檔其實它的方向盤是感受不到多重 比起現在有些三缸車來說 這四缸車其實是好很多 它現在新車的價格齁 旗艦版頂級的是85萬元 那85萬元現在二手車的市場行情 我在2023年呢 我大概選新車20萬左右買了 所以賣出來的話 跟新車大概差異應該是10多萬 我前面有一台23年的賣 有雙色 它會選雙色的問題 所以它很貴一點 那我是賣68萬的 這樣就跟新車等於差15萬 所以這麼新的二手車 你要在市場上找得到那麼多 一年就賠20萬的車子 應該也沒那麼好找 不過它如果賣的數量不錯 應該還是找得到 因為我看網路上 還是有一些新款的在販售 有一些甚至 二三年的開價還開到70出頭玩 但我懷疑那個是之前二手車 還沒有調降之前的價格 就是它那時候買了 現在又捨不得 降價 這個它的定價我覺得 如果再加上它原廠都有些折價的話 我真的覺得你可以去試乘它 看你的感覺跟我們一不一樣 好不好 那今天這個 小改款Kex的試車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訂閱 留言分享開啟小鈴鐺 下次見 小鈴鐺 嘉偉哥說他要退休了 我要跟從他的腳步啊 哈哈哈哈 天秤座就是怎樣你知道嗎 每年都說他退休 但沒有看他退過 我跟妳講 我要掛資者啦 如果你們也有老闆啊 或是有朋友是天秤座啊 你常常聽到他會喊人家退休 我跟你講 你隔三五年 你看他還在做 哈哈哈哈 如果有的話 下面留言跟我講 一定有 我身邊我就遇到三個了 嘉偉哥算一個 嘉偉哥算一個 還有一個同行的 還有一個我自己 哈哈哈哈 有一個最久的我已經看到 大概六年了 他還在做 哈哈哈哈 還在喊 然後我現在在去找他呢 那同行啊 他還是在跟我喊他要退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